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我的一个省钱和省事的一个小tips分享给大家 第二个要准备的大件呢就是这个妈咪包 这样子的 我使用了这个沙滩包来当妈咪包 因为它真的好能装 而且颜值也挺高的 之后也可以一直背它出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一个证件类的东西 一个证件袋子 它就是里面会放我的保险卡 然后还有我的ID 然后还有就是疫苗卡都放在这里面的 初院的一些文件啊什么的也可以都放在里面 相机 我准备要录视频 录了vlog 所以说就带了一个种比较便携的相机和我的一个 DJI的pocket过去 然后就是宝宝的洗漱包 它的洗漱包里面我带了就是一个 这种小的羊毛的梳子可以给它梳头 带了这个Velida他们家的面霜 从初院用到现在的这个一个叫做 它Velida的白井葵面霜 主打有机就是纯天然的成分 没有香精 没有激素 味道非常的清淡 而且它是通过了试诊协会认证的 所以说对敏感皮肤的宝宝来说它非常的有效 而且保湿的效果也很好 还有就是PP高也是一套的这两个 都是Velida他们家的 这个是很有名的 叫金毡花护臀膏 是很多月嫂们推荐的一个产品 它都是非常的温和的那种 所以说我可以每天给它涂在屁股上面 然后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吧 从出生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怎么长过红屁屁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产品是真的很有效果很好 接下来呢就是宝宝的水奶 它其实也配了自己的这种奶嘴 然后就直接可以把奶嘴放在上面 直接喂给它 很多院它其实是会提供水奶给你的 但是呢至少我生产的医院是这样啊 就是它会尽量的逼迫你让你去母乳 确实在刚出生的前几天是非常关键的 可以刺激母乳 就是有些宝宝就说实在是太可怜的宝宝 饿得嗷嗷叫 那那个时候医院如果还不给的话 你就会很心疼啊 有些妈妈就会自己带一个水奶 当时我也是自己带了一个水奶去 但是我没有用上 还有呢就是宝宝的这种衣服一袋 其实医院会给提供宝宝的衣服 还有包巾什么 如果大家很注重颜值的话 我觉得还是自己带好看的衣服过去 因为毕竟要拍照嘛 我就带了这样一个 这种比较舒服的纱布巾 然后还带了一个 这个比较好看的另外一条 也是这种包巾纱布巾用 一件它的小衣服 超级可爱 它这种出院的时候可以穿 最好是买这种可以包脚的 我觉得很方便穿起来 特别是冬天的话 你就不用再单独给它穿袜子 还有它的小袜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准备的宝宝的东西 就是它的名字 因为在美国这边 你生完以后可能第二天 这样子就有人打电话联系你 你要宝宝的名字 因为他们要注册 登记那个social security 和它的出生证明 当时实在没有的话 就会很麻烦 你就要跟它说 之后再去补 然后就要重新走很多程序 自己专门跑一趟 所以最好就是在生的时候 就把它这个名字给准备好 宝宝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些了 不需要带很多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说一下妈妈要带的东西 就是我的这些护理的用品 第一个就是这种 Freedomom他们家的 清洗丝处的一个瓶子 是这样子倒过来用的 我觉得非常好用 医院给的好用很多 医院会给你一套 这种伤口处理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 它不是很好用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自己 去买一个这个带过去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镇定消炎的精华棉片 到时候就可以把它 直接垫在你的那个 卫生护理垫上面 然后这里呢 就是伤口喷雾 这个也是很好用的 我推荐大家自己准备一下 因为这是我在 上产前课的时候 那个助产是推荐的 还好我自己带了 不然真的会很难受 因为这个东西消炎症痛的 效果很好 经常都喷一喷它 就会好很多你的伤口 医院会给你冰袋 带几条一次性内裤 因为医院给的一次性内裤 都非常大 然后穿起来不是很舒服 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些洗护用品 洗漱包 这个是我跟George 我们两个人一起 share的一个洗护包 因为东西不用带太多 这种分装袋呢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想要用的东西挤到里面 然后它是这种软软的材质 然后挤到里面以后 你还可以贴上它自己有个标签 你可以自己贴上标签 还有这种小的sticker 沐浴露护发素和洗发香菠 这两三代 打线也带了 还有这种时间刷 我自己的一些护肤的用品 就买了 都拿了这么大一袋 因为我平时出去旅游啊 出差啊 都是带这个袋子里面 一定要买这种 方便携带的旅行用的卸妆精 生宝宝的时候 真的很不方便下床去厕所 然后我还带了这种小样 belly oil 这种小样 就可以涂在肚子上 因为生的时候也可能会 爆发非常多的妊娠纹 所以说那个时候做好护理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橡皮筋 你到时候在医院里面 你可能会很热 生小孩的时候 会很累 你洗澡啊或者喂奶 不方便的时候 想要扎个头发的话 带个橡皮筋会很方便 因为在医院里面 很少有人会准备这个东西给你 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好自己带着 一定要带眼罩和耳塞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管用 因为在医院 它一直都会开着灯 而且有时候会比较吵 just in case 需要动 会帮助你休息的好一点 哺乳枕 这个一定要带过去 因为你到医院 宝宝刚生下来 就要开始喂奶给他 虽然说不一定有奶 但是一定要尝试 每个三个小时 带了一袋自己的换洗衣服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换的 就是出院穿的衣服 和这些 和一些那种哺乳内衣 因为医院会提供给你住院服 那个衣服就很方便 是从后面可以打开的那种 你要喂奶也很方便 直接可以脱下来 然后穿上就好 非常方便 很宽松的那种 也很舒服 然后拖鞋我也没有带 因为它医院会提供那种 很厚的棉袜子 你就穿着 可以在地上走的那种 我自己都带了 就出院要穿的衣服 这种很软很舒服的衣服 宽松的那种 然后还带了一个收腹袋 很多人说 可能你生完以后 不要太早带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当时生完了以后 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早点带 会向我更好 然后还带了这种 哺乳内衣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选 哪种款式啊 样式啊 因为在医院还是要喂很多次嘛 有时候可能会有人要来看你啊 最后还是准备一个哺乳内衣 像这个电池啊 然后加长充电线 就放在这种袋子里 分装袋 因为医院里面你可能随时要玩手机啊 插座离你可能比较远 所以说需要一个很长的充电线 然后呢就是一些零食 比如说这种面包啊 抽泡的这种 坚果茶啊 麦片之类的 我都推荐大家带上 因为医院里面 虽然有准备食物给妈妈 但是你偶尔还是会想要吃零食 因为有些餐食里面 没有包含爸爸的食物 所以说要给爸爸 把这些东西准备好 接下来的一些东西呢就是 爸爸可能需要 爸爸就是需要带一些什么 他的拖鞋 就带了一双这种 拿了拖鞋 他的睡衣 然后洗漱用品 当然还有就是iPad 因为爸爸到时候生的时候 可能会等很久 所以说可以给爸爸带一个iPad过去 打发一下时间 然后再也就是他的眼罩和耳塞 爸爸妈妈都需要带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选择性 可带可不带的 宝宝是夏天出生的 所以说我没有准备很厚的包巾 如果冬天出生的宝宝呢 我觉得可以带一些厚一点的包巾给宝宝 因为在路上可能会冷 我带了一个化妆包过去 就里面带了一些眉笔 然后还有这种 带镜子的粉饼 我觉得到时候你可以照镜子 比较方便嘛 化妆的时候 然后带了一点口红啊什么的 就很简单的可以录个妆 然后还带了这种 放口罩的一个袋子 然后呢就是这种喷雾 这种dry shampoo 我觉得也很好用 因为在医院里面 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洗头 到时候就可以用这种免洗的喷雾 来喷一下头发 会舒服很多 speaker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生产的时候 或者是等它开指的时候 很无聊的话 你可以去带speaker 然后放一些自己喜欢听的音乐 还有一个就是goody bags 然后当时就是买了很多这种纸质的goody bags 因为我们是男宝宝 所以说买的这种天蓝色的 在里面放一些什么巧克力啊糖果 这些小零食在里面 大概准备了七八袋这样子的goody bags 然后分给当时帮我们生产的护士跟医生 这也是反正就是美国的一个习俗吧 感谢大家帮你就是生宝宝 接生把这个喜悦分享给大家 得到大家的祝福 所以说goody bag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些人说医院的枕头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带了自己的枕头去医院睡 这样会比较有家的感觉 但是我是没有带 因为我觉得带去医院还是有点脏的 所以说就没带 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些是带了 我没有用上的东西 比如说我带了那种保温杯 然后还有就是吸管杯 完全不需要 因为这种医院都会提供给你热水 和带吸管的杯子 它有很多很多这种杯子 所以说护士会一直照顾好你的 你就是完全可以放心这种杯子的东西 还有水这些东西 完全不用自己去准备 然后就是乳头膏 乳头膏也不用带 因为医院会给 医院会给那种很小支的乳头膏 然后自己涂就可以 隔尿垫这东西全部都有医院 也不用带 最后就是产后的护理的东西 然后洗护的那个做浴盆 那个东西医院也会给 然后也会给冰带 产后的那种卫生巾 很大的一条卫生棉 医院也会给很多 还有很多人说过的什么产乳垫 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带 医院有很多 你就每天会有护士定时的帮你更换 然后就是什么乳乳垫 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用到 因为根本很多人在医院 刚生完都不会有奶 所以说你也不会担心 什么乳乳不乳乳 OK以上就是我这一次 想要给大家做的 代产包的分享 就是这次我去生宝宝 带到医院去用的所有东西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follow我的话 请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 很有意义的话 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加评论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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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